一个月过去了,热度仍然高居不下,广阔网友也是议论纷纷,李小璐近来总算发视频说出了事实的本相,而李小璐一直都是沉默不语,让大家摸不清他的套路,但昨天他的微博突然发布了一篇消息,那就是针对网上的留言八卦将追究其责任,并且已向法院立案了,这是终于忍无可忍了吗? 对于他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这也是无可厚非的,但大家看到他的律师之后,这不是之前王宝祥请的那位吗?话说这律师是负责这一块的吗?搞不懂李小璐请他的意思,而且看一样子是带有把造谣者送进监狱的势头啊,你对此事怎么看的呢? 马苏因为李小璐之事与黄仪清也走上了法庭,如今女主李小璐也走上了这条道,看来此事也终将在此告一段落了,但话说回来,如果说别人是造谣诽谤,那他势必要拿出证据来,不知道他将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出轨是清白的 对于这一点,小编还是非常的好奇的,最近传出李小璐与贾南亮已经离婚之事,不管是真是假,如果李小璐此举是想维护好自己的家庭,从此想平静的陪孩子成长,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大家也要给他们一家人一个机会,不要在留言的强大公式下毁了一个家庭,大家觉得呢?